宗论正统与世俗三教九流 说道国学 离不开三教 说道三教 会顺言出九流 何称三教九流 关于三教 最早的记载建于三国孙权和尚书 另看则的谈话 提到如 道 佛教三教 九流的说法 最早建于汉书一文志 其中 收录诸子一百八十九家 以如 道 末 法 明 阴阳家 纵横家 杂家 与农家 酒家最为重要 汉代以后 三教九流 成为对中国主要宗教和各种学术流派的范指 并逐渐演化为不同等级社会角色的代名词 受到明清白话小说或现代媒体的影响 现在人们说到三教九流 便理解为旧时代闯荡江湖 从事各种不是很正当或者低等行当的人 多半含有贬义 其实 中国传统上将人群划分为是 农 工 商 一直沿用了几千年 后来越分越续 便有了三教九流的分类 其中 三教是没有争议的 就是指如 是 道 九流的说法 莫中一是 后来更演化为二十七种职业 分为上九流 中九流 和下九流 但版本甚多 图片转载东方IC 那么比较流行的三教九流上中下二十七流指的是什么呢 先说上九流 一流佛祖 二流天 三流皇上 四流官 五流阁老六 宰相 七 禁八局九解缘 一流是佛祖 是世人的精神导师 二流是玉皇大帝 他统治天界 比人间帝王高一级 但虚无飘鸟 不像佛祖那么深入人心 皇帝下来是阁老 老自阁的众臣 如皇帝的老师等 宰相是皇帝的臂膀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一级一级地分下来 最后的解缘是科举省市的头名 在坛中九流 一流秀才 二流一 三 刘呆青 四流皮 皮影 五流弹唱 六流补 补卦 七僧八道 九齐琴 他们不是古代的文学艺术工作者 就是科学工程技术人员 秀才至少要懂文学 医生是医学专家 其他画画的 搞皮影的 弹唱的 下棋的 现在归类为文化和体育 都是非常正当的职业 末奖下九流 一流高台唱戏 二流吹 三流马戏 四流推 剃头 五流池自北方的早堂自 六搓背 七修八配 给家畜配种 九昌记 这基本上是服务行业 洗澡的 搓背足语 按脚底的 磨剪刀 修与反磨菜刀 都是自食其力的下层劳动人民 下九流还有一个非常流行的版本 叫做医师师爷二牙 牙刹三生秤 四眉五足六十腰 拐骗及巫婆 七到八窃九昌记 师爷是官员的参谋幕僚 牙液是为官员做一些具体事情的 声秤是管后勤 管度量横的 流水很大 足及保安厅拆之类 图片转载东方IC 在古代 官该疗区别很大 科举考上的这一部分是官 疗是聘用制 由主管官员自己去搭台组班 提供经费 师爷属于疗 所以被排在下九流 美人是婚姻介绍者 经常夸大事实 被认为不够诚实 食妖是搞一些坑蒙拐骗 做假货 搞仙人票之类的诈骗 是邪门歪道 这个版本有点幽默色彩 很比是那些有水大 经常滥用职权的职业 所以把从事那些职业的人和一些非法人员 例如道谢范以及卖淫女 列在最末二集中 有人或许会问 说七道八切 为什么明火执杖的道 比偷偷摸摸的切地位要高 小偷小摸是不入流的 没有道 基本是无赖 不讲是非 惹人讨厌 但是道不同 俗话说道亦有道 大道有他们的游戏规则 比如说 他们不会调戏朋友的妻子 借钱会还 甚至会劫富济贫 中国文化特别耐人寻味 道和谢的区别 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元朝政府按所同是职业的不同 把臣民化分为石流 及十个等级 一官 二立 三封 四道 五一 六宫 七将 八昌 九如 十盖 十分明显的是 元朝统治者是其在马背上的征服者 特别敌视知识分子 因而把儒略在昌记之后 当他们是臭老九 对三教九流的研究 可以看作是民俗国学 反映了老百姓的是非理念 图片转载东方IC